刷卡很多人上网去买东西 或者是看电视购物频道 但是呢 小心你自己所打进去的这个个人资料 是不是有外泄的风险 东森购物频道呢 再度的发生了疑似遭人窃取消费者的个人资料 而且呢高达了八千笔 还被PO到网路上面 你只要点进去哦 就可以看见人家不止不不只是这个 姓名啊电话啊生日啊住在哪里啊 有的没的一大堆的这个情资呢 一笔只要五毛钱 台东的这一位会员小姐看到这个资料呢 气的说难怪最近常常接到诈骗电话 信用卡也被人倒刷 现在根本不敢在电视上买东西 还是赶快先换一张信用卡吧 拿出刚从电视购物台买的健康食品包裹 传小姐万万也没想到 自己的资料是因此外泄被人拿到网路上减卖 很气啊说我们个人资料 就是无价的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连亲人都不知道 你怎么会把这么便宜把卖掉 传小姐一一比对外泄名单上头的资料 吓了一大跳 仔细回想 他说难怪这一个月来就接到十几通的诈骗电话 老本就差那么一点就被可恶的有心人骗走 怎么你的资料讲得很清楚 你买什么东西都知道 而且不止一笔 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 我的卡片不能用了 就是有人盗刷我的卡片 这些个人资料到底有多容易取得 上网输入二手市场或阿哲的字样搜寻 进入网站后不需要账号密码 只要打个验证码 点选下载连结就可以取得一份完整的个人资料 打开这个档案 包括去年8月12号和11月7号 一长串的资料有姓名 商品金额 地址 电话和信用卡 身份证字号都一清二楚 这些资料每笔0.5块钱 总共有8000笔任人选购 如果说在常常加设 通过国外的IP 常常转 转戒的话 听到起来会比较困难一点 东山购物的个人资料外泄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现在甚至被人直接po在网路上 工人下载键上 知道消费者怎么放心 真心李梦庄方品文台中采访报道